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月4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來到星期四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事史 這一節我們回來研究 經濟的話題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研究 日本 雖然是發生空難 但是 對日航 的航班來說 簡直是一場奇蹟 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再跟大家詳細研究當中的內容 這一節我們要回來香港 要回來香港研究 是香港 啟德 又再出事了 這次這個叫做啟德的半身盤 這次 出事的地方 是叫做 財仔 的還款計劃 這次不是呼吸Pan 這次是叫做 財仔Pan 財仔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財仔就是財務公司 即是說 是正統的銀行 以外 的財務機構 因為根據香港的法例 除了銀行可以借錢 給你做按揭之外 理論上 還有一種可以放貸的機構 叫做財務公司 如果你不是 是有牌的財務公司 理論上 就是放貴理 大耳孔 不過 聽清楚 香港 雖然有很多公司是有牌的 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做的事 跟有牌的大耳孔是一模一樣的 香港表面上有很多東西都有牌的 實際上有牌和沒有牌 其實 完全沒有分別 甚至乎 有牌的機構更加離譜 正所謂 拿正牌做壞事 所以我們今天 將會繼續揭露 有很多 有牌的東西 是相當之恐怖的 所以 有人可能真的會問一個問題 一個哲學性的問題 有牌和沒有牌有甚麼分別 有牌的那些 害人更加不淺 真的 香港 的扭曲 就是到了這個地步 好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6部曲 最重要的那部曲 新增一部 就是保障你各下的安全 尤其是你各下資料的安全 記得不要忘居 用完你的真實資料上網了 香港上網很危險的 因為香港有大量的國安 敬請保護你的個人資料安全 最好用VPN 當做好這一部之後 敬請繼續支持6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繼續share我們 社交媒體不一定要用你的真實姓名和真實資料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5毛 痛擊藍絲 繼續訂閱星期二日報 我們這個節目 是叫做星期二得道 是王牌時事經濟節目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了 我們今節要 跟大家揭露 就是這個 是叫做啟德 我們要說的這個樓盤 叫做Henny 下期第一期 Henny是這個行跡 向這個當年財困的海航集團 購買下來的項目 最近有一個 是一房一房的單位 是用580萬逆手 赤價 也算是相當硬正的 還是一萬九千元 業主 但是 其實也是重創的 因為業主 差不多 是 虧了2110多萬 即是說 他買回來的時候 價格是接近800萬來的 你計算一下 他原本 赤價有多麼昂貴 接近3萬元 啟德的赤價 是瘋狂地昂貴的 當大家都知道今天 香港 香港島就是跟你說新樓的赤價要去到3萬元 已經出現了 這個叫做呂勵軍 三連劈了 出現了 連環三次 撻大地 我相信第四次仍然會出現 到時第一時間跟大家繼續揭露 香港島 都沒有辦法守住那麼高的樓價 更何況是這個叫做啟德 啟德 是成為了目前 當前 香港 不是香港島 整個香港 差不多 是叫做 一手新樓最嚴重的 重災區來的 而且 這次轉手也成為了這個屋苑裏面 最大洩漲的 成交來的 洩漲幅度 達到27% 為甚麼 業主會受不了呢 明明 環球消息也不算相當不利 香港最恐怖的就是 明明美國說了利息不會再加 但是香港 越跌越有的 所以說 香港現在的跌市 某個程度上已經脫離了跟息口的關係 已經到了一種 恐慌性的拋售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於大量的業主 其實 借貸能力是有問題的 而這節要揭露的業主 正正 是相同的情況 這個單位是一個相當之小的單位來的 只有299平方尺的單位 居然賣到接近港幣 是800萬的 當年 你說多恐怖呢 不夠300呎 你要是 拿800萬出來 800萬是什麼概念呢 800萬絕對可以在倫敦 非常之漂亮 當然不是最一線的地方 相當之不錯的地區 你可以買到一間獨立屋 竟然在香港的啟德 是買一個299呎 的一個一房單位 相關的屋苑 目前來說由於是半身單位 是一個差不多 是沒有多久之前的一手單位 所以成交 也是相當之少的 所以這一單的成交 成為了 是最大的虧幅的成交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正正 是因為原本的業主 是沒有辦法做到按揭 所以 是用了發展商的呼吸計劃 他做了差不多 是85-90%的按揭 即是說 這個業主本身其實拿著 可能是100萬鬆一點 100萬鬆一點的銀量 就想做 800萬 的樓 的業主 有時真的要 贈大家回一句 真的不要忘記 那些所謂老生常談 人心不足蛇吞漲 你真是吞不下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幻想自己 可以二小薄大 但是絕大多數的時候 你不是叫做惡口偷金 而是你成為大惡點心 這裡雖然樓市沒有大惡 不過 自己死在自己手上 為什麼香港現在的樓市 那麼危險 有那麼多人要放貨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 原本真的借貸能力是有問題的 由於當然在銀行不斷加息 由於美國進入了加息周期 所以供款壓力 非常龐大 最終令到這個業主 是需要放棄 是需要投降的 財務公司做議案 最初的利息 就是3% 因為當時的最優惠利率相當低 但是後來最優惠利率不斷 是需要更改 由原本P-2變成P-1 再變成P 再變成P加1 所以這個業主 是越供越多錢 他的利息成本 差不多 是翻了一倍以上 即是說你可能 舉例 供僅是兩萬元 又或者是一萬八千元 但是如果你翻了一倍 就相當之恐怖了 你就變成了 是還近 接近 是四萬元 所以 供不了 是很正常的事 因為 這個其實是在做一個超大槓桿的投資 所以到最終 其實是 財仔 害死你 還是你 自己搞不定呢 從某個角度說 好像是業主自己的供款 的能力有問題 但是 當初我幾乎可以肯定 是身邊的這些財務公司 跟你說是包搞定的 跟地產經紀差不多 因為所謂財務公司 其實跟地產經紀差不多 他們也要做生意的 其實他們也會 不斷地 找客戶回來 做出大量 不誠實 所謂失實陳述 目的就是要你跟我簽了這份 為止 這個 就是香港的所謂商業社會 其實香港 是一個 很恐怖的地方 香港絕對可以說得上是一個人吃人的地方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 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 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 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 VPN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 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 VPN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 VPN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 VPN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 VPN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 VPN承諾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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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